这是我们在大理住的第一栋别墅 这个社区还是蛮漂亮的 它叫做海东方 它是看俄海比较好的一个位置了 我当时看中这套房子 主要是它的景观好 小区其实是远离市中心的 在一个半山腰上 但是我们因为我外甥租了一个七座的商务车 所以对我们来说远一点无所谓 过完十一 现在是旅行的淡季 所以相对来说民宿都很便宜 我们订了两个晚上 看一看如果喜欢的话会继续住 如果不喜欢的话就换一家 两个晚上大概2000多人民币 我觉得价格还是蛮便宜的 我们因为人比较多 所以住民宿真的很划算 如果人少的话我还是选择酒店的 这是客厅一进门有一派沙发 我觉得这一家其实它装修很一般 然后买的家具质量也都很一般 我主要是看中它这个景观 这是客厅的窗户看出去的俄海的景观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 据说王妃曾经在这个社区买过房 也不知道真假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价格 它的价格从300多万到700、800万都有 看大小吧 这是厨房 其实厨房的家电都挺齐全的 电饭包啊锅碗瓢粉都有 但是我们没有做饭 房东说如果做饭的话 需要多价150块的清洁费 俄海真的很美 蓝天白云的 如果带父母啊或带家人 来这里旅居一段时间 我觉得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的 昌桑也非常值得一看 风景是真的很美 如果去长安山的话 我们是自己开车去 如果不开车的话 抱个小坛也不错 然后山上的市面也很美 也可以预约吃个斋饭 这是餐厅 在这个房子里面住了两个晚上 我们基本上没有在家吃饭 都在外面餐厅吃各种云南特色美食 现在是淡季 我觉得出来玩或者出来旅居 真的是非常合适 因为民宿价格都非常便宜 性价比非常好 而且因为是淡季 景点没有那么多人 就感觉很舒适 天气也很好 大理民宿的利润 应该主要是旺季的时候吧 我觉得淡季 他们觉得保个本就不错了 淡季能租出去 就是在提高旺季 待业期间的成本 淡季的租房是减少成本 不赔本就好 空着也是空着 我觉得能租出去 他们感觉应该更好 这是二楼 二楼有两个房间 不好意思啊 我拍的时候 因为我们已经住了一个晚上了 所以房间有点乱 这个房间从 窗户看出去 也有额海的景观 对面的房间 有一点山景 这间房在三楼 看这个双肩包黄色的 就知道是我住的了 景观的确非常好 但是它有一个缺点 我不建议大家入住这个 我住的这套房 因为它的那个床啊 比较硬 还有枕头也不舒服 我觉得它的床品 还有枕头 买的都不是特别好的 就很多人做名 说好 他们房子很漂亮 但是呢 他们不愿意花钱 在那个配套 就是家具啊 或者是用品上 我觉得在美国 也很多人有这样的观念 我是喜欢买好一点的床品 或者是买舒适一点床 它是每个房间 都有独立的洗手间的 洗手间的景观也不错 但是因为有点力光 拍的就不是那么好 它的洗浴用品 用的品牌都还不错 很舒服 闻起来香香的 反正感觉还是蛮好的 因为我外甥的女朋友 是大理人 所以我们这次来大理 还有另外一个任务 就是我姐想见见她的亲家 因为他们在聊结婚的事 我外甥应该今年年底结婚 他们现在来大理 这次来拿结婚证 这是三楼的另外一个房间 它放了两张床 我觉得对人多的家庭 还是蛮合适的 来之前我在网上查了一下 对大理的负面评价蛮多的 很多人说 大理的游客太多了 所以带来的体验感较差 我自己在这里待了两天 我还蛮喜欢的 我觉得沿着俄海 骑着这一车 可以慢慢感受俄海的美 这是我们租的房子的顶层 风景特别好 但是房都没有放桌凳 如果放一套桌凳 在这里喝喝咖啡 感觉还是蛮好的 因为我们一家人都觉得 这套房的床 还有枕头不是很舒服 所以我们打算 住完这两天去 另外换一个民宿 打算换到大理的古城附近 再住两个晚上 然后就出发去逆江 大理的美真的是无法形容 昨天我们在海边的一家茶馆 点了一壶茶 我说我OK 在这里静静地坐一天 这是我们住的第二家民宿 这个小区叫做沧海一树 别名叫做大理的小院子 一进门有一个小院子 这家客栈叫做阳书客栈 小院的环境确实很好 阳光美媚 花潮重生的 这套房很新 我们家里人一进来就很喜欢 我们这次主要是旅行 如果是旅居一两个月的话 我愿意去附近的村子里面 去体验一下 我个人觉得 小院子 山水间 这种城市社区 没有什么意思 我觉得村里 如果住村里更有感受 如果下次有机会 来住一两个月的话 我愿意选择周边的村子 这个小区漂亮是漂亮 但是密度太大了 就是隔得很近 但是我们因为选择的是一套新房 所以都很喜欢 设施很齐全 一楼是厨房客厅 这套房子胆区旅行住 我觉得非常合适 我家里人很喜欢 这是二楼 一进门也有一个公共区间 我觉得房东还是蛮有品味的 装修得很漂亮 家具也很漂亮 这套房原价是1600多 忘记的时候 房东说是1600多 但是现在断季 我们差不多600块左右 就住下来了 我觉得真的性价比好高 二楼也有一个小院子 你在二楼可以烧烤啊 就说一家人 可以在二楼喝喝茶聚聚 我觉得也蛮好的 然后平时的时候又可以分开 每个人有一层楼 每个人有自己的房间 这是二楼的一个套房 居住空间很大 这套房大家都很满意 就是作为暂时旅行的话 住真的很合适 又很方便 杨树客栈的房东 还是蛮精心的打理这个房子的 你看 他们用的马桶 也是智能的马桶 主要是新房吧 新房就是漂亮 我这网上查了一下 这一片的房价还是蛮贵的 均价是两万多平方米 这个价位在整个大理来说 应该是属于比较贵的 大理的气候是真的好 大理的菌子也真的是好吃 我们昨天吃了一个 牛肝菌炒腊肉 我觉得真的味道不错 这是三楼我住的房间 看到这个黄色背包 就知道是我住的 他们家的床品超级舒服 枕头也很舒服 有一个羽毛枕头 还有一个是棉的 我觉得都很舒服 我不管是住酒店 还是住民宿 我特别挑床 如果床舒服 枕头舒服 那是我第一的选择 如果将来有一天 会回国养老的话 你们会考虑到哪里来 这次回国我也打听了一下 拿美国护照的 如果将来以后想要回国养老的话 除了办理长期签证外 还有一种更方便的方式 那就是申请中国的永久居留 年满60周岁的外籍华人 应该都可以申请到中国的永居 在中国境外无直系亲属 投靠中国境内的直系亲属 如果年满60周岁 如果已经年续在中国 居留满五年 每年在中国居留不少于九个月 并且有稳定的生活保证和住所的 可以申请中国永居 如果喜欢慢悠悠的生活节奏 想选择一个物价也不高 吃的也很好 交通也很方便的地方 我觉得大理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因为我外甥的女朋友是大理人 她带我们去的餐厅 价格都很合适 也很好吃 我们昨天吃的云南的本地菜很好吃 今天去吃了一个酸汤猪脚 味道也蛮不错的 我们七个人 今天中午才吃了200多块人民币 我们昨天在杨丽萍的月亮宫附近的古城 吃了一顿云南的特色菜 我们七个人不到400块 我觉得价格还是蛮合适的 就是大家记得来大理的时候 去饭店吃饭 一定要去那种名码标价的 如果不是名码标价的 就一定要问一下价格 这是另外一个房间 它还有一个榻榻米 它这套房其实可以住11个人的 但是我们只有7个人 我们这次主要是出来旅行 就找的比较好的比较贵的 但是如果说旅居的话 一个月的话 两个月的话 肯定会找比较便宜的 这是四楼的公共活动区域 它有一个麻将台 如果人多的话 可以在这打下麻将 是自动麻将台 然后洗衣机 我在大理这几天的感受就是 大理的生活很慢 很悠闲 很适合去放松心情 调节自己 我觉得一个人到这里来 也不会很无聊 大理古城的物价也很良心 特别是我刚刚在欧洲 玩了一圈回来 西班牙葡萄牙的物价 本来就已经够便宜了 但是在这里 我们7个人吃一顿饭的话 两三百块钱的话 那才多少钱呢 那还是比欧洲更便宜 这是我们租的民宿的 四楼的一间套房 它还有一个大的按摩浴缸 每间房都是很大的落地 大瓢窗 景观都非常不错 我自己觉得这个杨树客栈的老板 还是蛮精心地在打理这套房子 他还给我们送来的水果 这是我们吃的酸汤猪脚 味道真的很不错 有机会来大理的朋友 一定要去试一下 我外甥的女朋友说 这是大理的特色菜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次见